好,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讲师乐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讲的是第三章的第一角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我们会讲到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着陆燕的优化与调整深度分析 这里的话不会说是告诉你怎么去具体的去调整 我告诉你这个是攻略 我们把PPT放大,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第一,首先你要学会自己去测评自己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哪一块出现的问题,对吧 它给出一些什么样的优化介意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网址 我们的话可以复制,也可以直接点击 好,我们就直接去复制吧 复制完成之后,在我们的搜索推广的浏览器 我们不叫搜索推广,叫浏览器 在这里面,网站测评中心 网站测评中心,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网站 输入你的网站,好,我们来画一个 叫W.已经有了,那直接输入域名 好,这个的话是一家网站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测评给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么网站优化的分析 网站流量分析,网站通信,它的联通性 它的性能,联通性能,那么还有网站的安全 这些它都会给出 这个的话有时候会晚上测评的话 根据你的网速 那么之前的页面的话不是这个 那么这个是这两天才更新的 有时候会比较慢一点 那我们暂时点击看一下 有没有,我们画一个 w.idu.com 好,这样呢,我们去测评一下 那么它给出的是一个百番 那么流量的话,它属于是 恒级平均,应该说是高的啊 应该说是高的,那么这个是百度给出了一个测评 百度是它自己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的话是我的网站 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用户名 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再次输入你的业织码 这一块的话是推广账号的一个登录 好,我们来登录看一下 然后输入业织码 qy5p 好,点击登录 现在的话有一个是百度同步的一个站点 这一块是没有啊,增加站点在这个位置 我们假设我们增加的是这一块 这块站点还是出现问题的 同步百度统计的站点 好,点击这一块 好,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你的站点的话就跟百度统计里面的站点的话 就同步过来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我们没有增加统计代码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测试出现错误啊 测试出现错误 在这个位置输入啊 W点 好,我拿我自己的这个来去测试看一下 看到了吗 现在是什么 验证管理约缺陷 验证管理约缺陷 把这一块管理约缺陷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复制空随 复制 复制或粘贴到哪里呢 然后我们打开在这里面 W点 卢勇国 给CUM 斜杠 VP Admin 好像是这个 好,输入我们的用户名 然后输入我们的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我不知道对不对 这块如果登录正确的话 选择这一块 点击自动 自动 然后我们的设置是在哪一块呢 有一些的话 它是在外观 我们选择编辑 选择编辑 这个是编辑啊 这一块是菜单 然后是自定义 因为这个的话 我没有增加过这个 它的这个是增加到哪一块 选择外观 选择主题 然后选择自定义 因为这个的话 后台我不是很熟悉 我好久没有更新 选择这个主题 然后找到一个自定义代码 看到了吗 网站底部的代码 把我们的那一段代码 网站统计的那一段代码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 粘贴到这个位置的话 然后你去点击确定 就OK了 然后粘贴 然后保存设置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 打开 网站测评中心 然后点击完成验证 那么这样的话 就已经正在验证中 验证完成之后的话 你看马上就出现 然后点击查卡详情 你看已经提交测评 24小时可以查看 我们的测评报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是使用呢 是使用一个dw来去去乘鱼 就是说增加网站打开的一个速度 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打开 打开什么呢 打开我们的网站的ftp后台 如果你对ftp是什么 你不是很清楚 我告诉你 你去摆兜一下 然后选择 这个我使用的是这个 好 我们使用这个吧 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正在登录 好 点击我接受 找到我的站点 打开 打开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哪些是成余的代码呢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选择编辑 有一些编辑的话出现的是 txt文本 那个的话 可不可以编辑呢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没有dw 那么百度一下 这个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那么这个的话里面是没有的 我们找一个有的啊 然后找到一个 这个是文章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语言的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你看 我看一下 找到这个 然后我们再卡 这个 然后把这个选择编辑 啊 选择编辑 如果你使用txt文本打开的话 那么叫php这些的话 它就没有了 哎 怎么是空的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还是找一个有的啊 这是图片 这是css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打开 然后选择编辑 看到了吗 这个是哪些是空余的呢 那么这个的话不是很明显 这个不是很明显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首页的意思 然后点击打开 编辑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选择把一些成立的去掉啊 哎 怎么好奇怪 我们今天这个增加的 我们画另外一个站点 啊 我们画另外一个站点 然后是 就换这个吧 好 现在的话已经打开 在这个位置 这里面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开编辑 这个是在首页啊 这个是在首页的编辑 然后选择 代码 然后可以选择拆分 拆分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网站是这样的 它里面的内容是这些 我们可以增加哪些呢 可以把这些删掉 这些这一块是不是空格 这一块是不是空格 那么这个是一个办法 有些人说哎 这样的话太慢了 那么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办法是在哪里呢 好 w.idu.cm 在这里面去搜索 叫什么 代码压缩 代码压缩 选择 代码压缩 那么这里的话 我就不去讲了哈 在一些代码压缩 工具还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工具 还有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就是代码压缩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战产工具 就是在哪里呢 选择打开 w.d.cm 战产工具 好 点击战产工具 第一个就是 第二个才是战产之家 战产之家的话 我们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有一个 点开 战产工具 再往下拉 看到了吗 网站 压缩 网上的一些解册 对吧 那么这一块我就不去讲 它属于是seo的白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建议 我们在购买服务器的时候 购买一些稳定的 就像什么 阿里云 西部数码 新网 如果你对这块你说我不知道到底买什么好 我建议你们不要在百度上面 去搜索 好 w.d.cm 因为这样的话真的很坑的 还有一些 然后在这一块说什么呢 服务器 很多的 很多都是干百度竞价的啊 然后你今天上 你看零月试用 然后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比较多啊 这些都是做百度竞价的 腾讯云这个的话还是可以啊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兰顿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样 这样 然后在这一块 找什么呢 找 排名 或者是说 服务器排名 要找什么 找我们比较相关的 你看服务器排名 或者是说空间服务器 空间服务器排名 新网 还是比较新赖的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什么国外什么虚拟主机啊 华为的 这个是华为的 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华为的 我不知道哈 啊 这是华为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新网这个也不错啊 然后还有 什么免费的这些就别去干了哈 然后还有这些 不认识的 最好是别去干 这这块有一个叫空间 服务商质量排名 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每一个网站 中国万网 然后新网 频道什么什么 然后你可以打开一下 自己去打开这个网址 去看一下 去自己去体验啊 然后这一块我们来重点说一下 着陆页怎么去巧面的去结合呢 我们在去设计着陆页的时候啊 很多的同学不知道怎么去搞 品牌词 如果你的这个品牌词 你的介力推广大员的时候 你的介力推广大员的时候 里面关键词的话 偏向品牌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们可以指向首页跟分类页 因为这两个页面的话给你带来的话 就是说首页是给提高一种信任感 对吧 如果是品 净品词啊 净品词的话 尽量去干到首页就可以了 不要指向其他其他一面 还有一个是通用词 那么这里的话 什么是通用词 什么是净品词 我就不去重复的去讲哈 通用词的话 我们指向的是首页跟分类页就OK 啊 那么大品词的话 我们可以指向这几个 商品 商品的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可以指向的是一个列表页的 还有一个是促销页 假设这两天是520对吧 那么有一个产品 然后设置一个单品页 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单页嘛 然后制作的话 制作出来之后 然后指向的是什么 指向的是首页 那么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要外博的话 那个做网站的那些人会给你干掉 啊 会给你搞掉 啊 会给你搞掉 还有什么呢 品牌词 品牌词品类啊 不是品牌词 品类的话 就是说你的产品的分类有多少 那么这一块的话可以指向首页 也可以指向列表页 也可以指向促销页 尽量的话 就是对应一点 单品的话指向的是促销页 跟你的商品页 如果没有促销 那么就是制作成商品页 然后用户 用户直接搜索这个关键词啊 直接进到你的这个商品页里面就OK 啊 那么这里的话我就不讲太多废话啊 本次课程我就讲到这一块 下一节课程中我们继续讲解 好 本次课程结束 感谢学习 拜拜